中午时间一到,长辈们陆续报道等着共餐 而进到活动中心里头,志工们还在忙 细子区北山里每个月一次共餐 以往都是志工料理好一桌好菜招待长辈 不过这个月很不一样,要改发便当 只见煮好菜之后,大家又开始装便当 里长说,因为今年肠病毒疫情提前一个月进入流行期 为了长辈们的健康,所以才改共餐的模式 那今天为什么会改为便当的 部分,只要就是最近有一些肠病毒 怕说其中有人感冒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还是传到其他的住户 那因为长辈体力,他的抗体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跟志工们说来打理便当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里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一个志愿工 那我们利用相关的一些资源回收的一个经费 来为我们的长辈来准备餐食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长辈,为长辈准备了将近快要七道的菜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志愿工,从昨天就忙到现在 这一天西子区长林庆峰也带着公所同仁一起来关心长辈 并且帮忙将煮好的菜装进便当盒里 时间一到再一一发送给长辈们带回家吃 这次的餐盒也很丰盛 准备了七道菜 有肉有鱼也有菜 长辈说菜色好丰富 北山里老人共餐这一半已经十几年 一直以来都是用黄金资收占的回馈金 补助共餐的经费 希望一个月一次请长辈们吃饭 让他们多走出来更开心 这场欢迎林庆祖采访报道